英國境內目前僅存的最後一間燃煤電廠 就在九月三十號正式關閉 結束了將近六十年的營運 這也終結了在英國超過一百四十年的煤電歷史 讓英國成為了G7國家當中 第一個棄用煤電的國家 那麼回顧英國的經濟發展史 其實煤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推動了英國的工業大革命 讓英國成為了超級大國 但是卻也讓他們許多大城市 是長期籠罩在霧霾之下 那麼二零一五年的時候 英國就宣布接下來十年要關閉 他們的燃煤電廠 那我們看到是當初他們 整個燃煤發電 依舊是佔了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占比 到了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已經下降到了百分之五左右了 去年最新的統計 燃煤已經佔英國發電量只有百分之一點二 那麼佔比最多的是天然氣百分之三三點五 風力是百分之二十六點六 那麼大幅的降低使用的燃煤發電 確實讓英國他們的溫室氣體排放 是大幅的降低 那麼提到了溫室氣體排放的話 G7其實在今年就同意了 要在2035年前逐步太除他們的燃煤電廠 但是因為速度太慢也引發了環保團體的批評 確實除了英國之外其他國家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因為在德國燃煤發電依舊佔比高達百分之二十五 日本也佔了超過百分之三十 以上訊息給您眼前鎖定華視新聞 Hello 我是陳雅玲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